北京时间8月23号下午,尼尼亚运会女排小组赛,迎来一场强强对话,分别取得两年胜的中国女排,遭遇韩国女排,对本次亚运会非常重视的东亚两强,派出的阵容也都是全主力,双方都对冠军志在必得。 韩国女排是未免冠军,上一次本土作战的人穿亚运会,在肩软顶领鞋的情况下,决赛三比零击败中国队,那一次,竹亭不在阵中,而今年5月的女排国家联赛,中国女排再次领到三输给韩国,竹亭还是不在阵,缺少了竹亭,中国女排主攻火力打了折扣,也给了韩国两次偷袭的手的机会, 有鉴于前两次的势力,中国女排这次亚运会,非常重视,前两战面对越南和中国台北,军事实力不强的余满,但郎平直到还是派上全部主力,朱婷更是几乎打买全部比赛时间, 起王头的目的就是让朱婷,林新月,严妮,曾春类,刘晓通,丁霞直接主力,找到比赛感觉,进入比赛状态,前两场比赛,与其说是比赛,更像是教学赛,让朱婷等人充分热身,带到此意面对韩国女排,中国队员进入比赛感觉非常快,手感很好,一传平线亮点,二传也很得胃, 更兼章停止不时来一次战斧是包括,打得金软紧没手的韩国女排,招架不住,从此前国家队集训,到这次亚运会比赛来看,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,或者说总体框架,已经基本确定,积极,是大规模新热2016里约奥运班底,主攻朱婷加X,刘晓通,丽莹莹,张长宁,段放, 不公是袁新热,严尼,二传是丁霞,自由元是林立,在这几个关键位置上,依然还是这些老面孔,即便建议位置上的藤春类没有参加奥运会,但她也是老球员了。